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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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计划打猎的时候 将曹操干掉 结果被刘备拦住 后来曹操和刘备翻脸 关羽还讥讽刘备说 你看 要是听过的 当时杀了曹操 哪来这么多事 鉴于上述的前车之见 关羽可以说 对曹操是恨之入骨 一见曹操便想起张势 如何跟曹操一个锅里交马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